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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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设计师Richard 今天的10分钟学简报要来分享的是 大量logo该如何排版在一页投影片 当我们在简报中提及客户名单或合作厂商的时候 使用大量logo的做法非常常见 但是很多人做这一页的方法是 先把所有的logo全部放上来 在一个一个调整大小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 等你做到后面的时候 可能还要回去调整前面的logo 这样子就太没有效率了 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蛮单纯的 就是不同logo的长相差异太大 那对齐起来就特别困难 所以啊 我们只要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做 先求对齐再放logo 这个难题就临刃而解了 所以接下来 我会分成表格对齐 重心至中 分量一致 与视觉修正四个步骤 每个步骤都有不少细节要照顾 那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 也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个小铃铛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步表格对齐 我先用我简报定制专案的客户为例 如果我要把这一页用logo的方式表达 我当然不可能把所有客户的logo都列上来 这样子每个客户都会想到看不到 那假设我要先取其中15个logo出来 那我会在画面上先插入一个5乘3的表格 作为待会排版用的参考线 接着我们把15个logo一一放到对应的格子中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重点 是要把logo的视觉重心摆在格子的中心点上 举例来说 BNW的logo视觉重心相对明确 就在圆心上 因此我们把圆心摆在储存格的中央就可以了 然而Nike的logo形状相对不规则 logo图片的正中央并不是视觉重心 因此我们要自行判断视觉重心的大致位置 并把它放在储存格的中心点上 至于要怎么判断视觉重心的位置呢 这个其实靠你的直觉就可以了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判断方式是 当我觉得这个logo的位置 并没有特别朝向格子的哪个方向时 应该就大抵在中间了 这边只要看起来在中间就可以咯 而要创造对齐感 一个重要的关键是 每个logo所占的分量要大抵相同 没有特别偏重谁 这其实比想象中还要难得多 一般来说我们会以为大小相同就可以了 但所谓的分量 其实是由logo的大小 形状与颜色共同营造出来的分量感 它并不单由大小决定而已 举例来说 两个同样宽度的logo 左边的国泰式华是一棵实心的大树 不用很大就有强烈的分量感 而右边的Cartier则由偏细的文字组成 要放得更大才能有跟国泰式华有类似的分量感 而我们的调整目标就是每个储存格中 logo的分量感大抵相同 而调整完毕后应该就会感觉 每个储存格大抵上是平衡的 这时因为我们在前一个步骤已经把重心调好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只要用中心缩放的方式来调整logo就可以了 具体的做法是 在Palm Point上先点选物件 按住Ctrl加Shift之后 拖曳物件四角的控制点 那在Keynote上的话 则改成按住Upshoot跟Shift 这样子就可以在不改变重心的情况下 调整logo大小 这边要注意的是 如果logo的形状非常不对称 视觉重心偏离图片重心很多的话 中心缩放的操作方式 就会让这一类的logo 视觉重心偏离储存格中央 这时候你就要手动把它调整回来 一样保持视觉重心大致在储存格中心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把表格拿掉 这时常会发现结果和想象中有一点不一样 本来在表格的辅助下 我们有个调整位置与分量的参考依据 而拿掉表格后 可能某两个logo靠得太近 而某两个logo又靠得太远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手动微调一下logo彼此的距离 大致上平均分散开来 这样子logo的排版就完成啦 如果今天你觉得 虽然这些logo已经对齐了 但是它们的颜色还是太杂乱的话 可以考虑把它们统一成灰阶色彩 这样子整体的一致性会更高 不过也因为少了颜色的辅助 单一logo的辨识度就少了一些 反之如果保留logo的颜色 看起来稍微杂乱一些 但这些logo个别的辨识度也会比较好 至于该如何选择呢 我会认为以通影片来说 因为绣出来的时间比较短 所以选择保留logo颜色来提高辨识度 会是比较合理的策略 那另外一个状况是深色背景的通影片 这个时候保留颜色通常会悲剧啊 所以这种情况 我会把logo全部调成白色 看起来才会比较合理 最后我想讨论一个比较少人注意的问题 就是logo真的是多多益山吗 直觉上来说或许是这样子没错 但如果真的太多logo的话 会不会导致观众看不到 那几个最重要的logo呢 这一题当然也没有标准答案 但我们可以尝试从观众的目的来思考 如果今天我们观众注意的是 客户或合作伙伴的数量 那当然是多多益山了 不过在另外一种情况中 观众注意的是 你是否有我们领域的相关经验 而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就要先筛选logo 针对观众呈现出相关领域的合作经验 才是比较好的做法 那当然这两种做法也不是绝对的 就算我们想放上很多logo 也可以主动替他们分组 来创造理解的框架 举例来说 我同事Bill老师放在网站上的授课经验 就是以产业来分组的 因为不同领域的简报 需求往往也有所不同 这样一来 除了让观众得知Bill老师 有许多授课经验外 也可以快速得知 他在自己的产业中 是否也有相关授课经验 可说是一举两得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回的分享啦 关于大量logo要怎么排版在一页投影片中 我们讨论了表格对齐 重心至终 分量一致 与视觉修正四个步骤 而颜色要不要用灰阶统一 则是你的投影片 是深色背景或浅色背景而定 当我们主动为logo分组时 往往可以再放上大量logo之余 再给观众更多一层的讯息 此外啊 如果你有使用i-slide的插件 矩阵布局的功能 可以让你更快做好这个排弹 不知道你觉得 在这四个步骤中 最困难的是哪一个呢 欢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和我们分享啦 让我们下次分享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